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师傅 我打通电话了 对呀 对呀 师傅 今天是可以看图层的吗 对 我是86年的老虎 师傅能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被下了杠头 86年的老虎 对 我从13年开始修 好像这几年都不是太顺利 你身上有灵性啊 嗯 是 我练经很吃力 师傅我晚上练经 在家里练经 你现在 现在怕瞌睡 对呀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 嗯 盯着你 一直盯着你 是什么模样的吗 什么模样的 短矮的 白头发 灰 里面稍微 不是完全白的 灰白 灰白头发 灰白头发 对 她有个发际 而且她 眼睛小小的 对 眼睛小 鼻子也小 嗯 可能是我奶奶嘛 你跟她有什么冤结没有啊 老实一点 嗯 有 因为她去世的时候 我好像作为孙女不是很尊敬她 我因为那个时候 骂她 骂她 骂 骂她吧 嗯 不是 我以前在学校里 嗯 在大学里 然后我奶奶去世了 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 我好像就 没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的 对对对 就是 嗯 家里应该是 我这个事情应该是 嗯 然后我在外面的话 就那种 就昏了头脑 就对 哎 跟人家还要喝酒 跟人家还要吃饭 还要开心 对 还蛮七八糟的 自己知道了 我贪污 她小时候对你还不错的 你没良心啊 听得懂吗 是的 是的 她就在你身上盯着呀 怎么办呢 你要赶快念经啊 好的 师父 那我需要给她念多少 先念六十八张吧 嗯 可以直接写我奶奶的名字吗 可以 好的 谈安师父 写你奶奶名字 然后你先念二十七张 给奶奶 二十七 然后呢 再念二十七张呢 给药经者 好吧 好的 这是在六十八张里面的是吗 对 再剩下来的 剩下来的再给你奶奶 再给我奶奶 嗯 好的 好 嗯 师父 我就是 现在呃 念经的话 嘴巴就是会很僵硬很累 我的时候腰会很吃力 嗯 晚上念经结束打瞌嘴 都是因为呃这个原因 对啊 他不要你念 他叫你吃苦啊 你接下来会吃苦的 听不懂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不是单单这个问题 你不是尊敬不尊敬他的问题 你很多问题伤害到他的 他很喜欢的一个人你对他很不好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爸爸吧 哈哈哈哈 对了 哈哈哈 现在知道了吧 我以前也是很不懂事 嗯 所以不学佛你会懂事的 对不对啊 嗯 要好好感毛病 幸福遇到了心灵犯吧 那好好地感毛病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好的 嗯 师父 我最近要来新加坡参加师父法会 嗯 还要拜师父为师 嗯 师父加持我 能够顺利 能够顺利拜师 嗯 师父好好努力 听得懂吗 好的师父 有一朵莲花们好很多了 对不对啊 嗯 师父我听不太清楚 我说有一朵莲花会好很多的 是的 嗯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好啦 好啦 好感恩师父 嗯 再见再见 嗯 喂你好 喂师父 师父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你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 讲吧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我帮一个同学问一下 他是 是七一年的属租的 看什么讲吧 呃 他看他的事业吧 他的事业 他的事业 太好了 太好了 他的事业是吧 嗯 嗯 十一年的属租的 一般呢 现在一般 嗯 嗯 嗯 他现在想问一下 他那个事业 还要不要做下去 他是做家具的 知道 哦 你叫他规模变得小一点呀 嗯 叫他规模变得小一点啊 哎 他做还是做得下去的呀 规模太大 养的人太多了 嗯 哦哦 是啊 他压力好大 师父 他好可怜 好可怜 想发财嘛 就可怜了 贪呐 一个人不想发财 随于而安 对不对呀 那就不一样了 明白了吗 哦 你看一下他的佛台好不好 几几年啊 七一年属租的 佛台还可以呀 佛台还可以啊 嗯 你看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念多少张小房子 啊 念五十六张吧 五十六张啊 嗯 好的 呃 呃 放生呢 哦 这个一千三百条 一千三百条啊 嗯 好吧 好好 师父我想问一下 还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问一下我自己啊 我 呃 九三九一的灵花还在不在 九三九一 嗯 嗯 还在 蛮好的 哎呀 谢谢 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菩萨 你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好不好 很好 你家的佛台是吧 嗯 嗯 还可以 好的 你家的佛台还蛮好的 蛮好的 哎呀 感恩 谢谢师父 再见 我会努力的哈 啊 再见 谢谢 师父你不要再辛苦了哈 啊 谢谢 谢谢 所以一个人学佛修心啊 要靠着恒心啊 没有恒心 他做不到的 他说一定要懂这方面的事情 人生 这个 苦难 实际上要靠自己来克服的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 放不下自己 一辈子就是 慢慢的 在伤害自己 就是不肯改自己身上的毛病 喂 你好 师父你好 哦 弟子跟师父请安 师父我想问一个 49年的牛 他是女的 他的咳嗽的问题 咳嗽跟他的肺有关系 哦 他咳嗽总是好不了 然后都咳了一年多了 对啊 一般的都是说 人家说咳三个月嘛 百日咳 像他这个有炎症啊 他这个肺气不足啊 影响了咽喉肿痛啊 明白了吗 所以主要的根源还是在肺 你要到家他多吃点川贝精的 哦 不管冷壳热壳 他都可以吃这个川贝精是吧 对啊 对啊 川贝母 哦 他是业障吗 这个 我看看 是啊 跟上辈子业障也有关系 哪方面的师父 他 我看见他 古时候的桥被他弄断了 很多人掉在水里了 哦 啊 那他这个要念多少的张小房子啊 难怪他可说了 哦 念很多张啊 小房子先念83张吧 哦 然后多念礼佛 忏悔这个业障是吧师父 对 否则他过不去人家会找他的 现在他已经经常讲话呀怪怪的 而且呢 哦 有时候不愿意跟人家多沟通多接触 嗯 哦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 那他那个就是 业障比例是多少啊师傅 几几年数什么呢 呃 49年的牛女的 49年的牛女的 喂师傅 我在看呢 哦 不好意思 23 嗯 哦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我还想看一个王仁和一个佛台 呃 王仁是叫周素琴 呃 圈吉周 吃素的素 那个琴上面一个草 下面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曹雪琴的琴 嗯 呃呃对周素琴 是个女的 吃素的素是吧 吃素的素 对对对 对对对 叫什么 第一个姓什么 周周素琴 达修罗 嗯 哦那他还要多少张师傅 四十三张 嗯 哦好 师傅还想看一下就是我家里的佛台 就是新舍的 然后请您帮我看一下就是60年的老鼠 呃 是我妈妈 叫他骨头要当心点的 骨质不好 哦 骨质增生 嗯 哦 那叫补盖是吧师傅 是的 哦 那就想看他那个佛台 佛台还可以啊 就是因为之前梦里面梦见师傅说 家里有菩萨来 但是观世音菩萨的位子不是观世音菩萨 那个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师傅说就先这样吧 你梦里面说 是啊 然后因为我家里有两尊菩萨是没有开光的嘛 那有没有菩萨来啊 菩萨要来的 要叫他好好调节 那菩萨有来吗师傅 已经来过了 哦 那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因为他旁边是有一个教堂 好像还有一个寺庙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是吧 嗯 没有灵性 啊 现在没有 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问题问完了 你感恩师傅 师傅自己也让自己背 再见师傅 哦 再见 大家要知道 学佛做人是根 啊 你这个根基不好 你就什么都学不好 一个人 其实很讨厌的就是 不停的解释啊 啊 你越解释越糟糕 做错事情不要解释啊 啊 尽量能够知错就改嘛 少了千这个理由 万种理由 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已经没有用了 招人恨了很多人 啊 常乐我尽 一个人 经常快乐就是 经常想得通 想得通的人就很干净 想不通的人烦恼多 智慧就少 所以常乐我尽 就是一个人要经常的快乐自己 快乐自己呢 就会干净 你看整天不干净 整天想不通的人 他就很痛苦 啊 很难过 所以真正的常乐我尽 就是要放下自己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 想通想明白最重要 想通想明白人就会快乐 啊 一想想不通了 人就伤心了 啊 就难过了 就颓废了 所以菩萨让我们常乐我尽 啊 经常的快乐 自己会很干净 所以没有烦恼 没有很多的忧伤 那就是菩萨 啊 好了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吧 好吗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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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